7月29日晚,围棋世界冠军陈耀叶与商汤科技研发的AI机器人袁萝卜 在北京进行了一场人机对抗赛 经过近两小时的对弈,至第192手陈耀叶头子任父 比赛以人类棋手失败告终 陈耀叶也成为了继李世时科捷后 又一位在棋盘上被机器人战胜的世界冠军选手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在正式场合 这样就是一对一的和AI下棋吧 应该说AI的水平上来说 现在来讲是远远的超过人类的 因为现在可能大多数职业棋手都会运用到AI去训练 然后AI的出现 我觉得是更加拓宽了我们人的棋的思维 业内专家表示 面对完善的AI对手 人类或许并没有胜算 AI给为其帮助很大 是我们的棋手在布局理论 和一些接触战中的概念 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可以说是跟以前提高了很多 AI跟人没法比拟的巨大的优势 就是它计算量特别的大 人的大脑的计算量跟AI比还是九牛一毛 据我所知 好的AI跟人类棋手下 人类棋手应该是没有胜算的 AI机器人有着数据量大 反应速度快的优势 但是过于快速的反应 在实际训练中也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 影响对局质量 就是我平时呢 我是跟AI下的非常多的 从就是18年刚出来的时候 差不多那年就是下了2000多盘 后面也是不断的在下 在电脑上跟AI下棋呢 它这个首先落子速度非常快 那么就是很容易造成就是对局质量呢不高 然后这个自己的随手机会增多 陈耀业表示 AI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 棋手学习和训练的模式 但并不会完全替代真人 实操中职业棋手往往采用 机器和真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训练 AI呢就是出来之后呢 对于职业棋手的训练来讲 它是一个相结合的状态 就是你既需要AI的这个训练 也需要呢就是说跟人的训练 它是一种相互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们如果要是去跟真人训练呢 那更多的是去提升自己的中后盘的这样能力 AI呢它可能在中后盘的时候 它只能给你一个就是胜率最高的悬点 但是不能告诉你这个地方 为什么你是要这样下 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训练来讲呢 不一样就是两个方面都需要拥有 其实人跟AI下的时候 它不是为了争一个输赢 而是为了去学习 能够发现一些新的思路或者是新的一些打法 本身围棋就是一个智力的运动 那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提升人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围棋水平 我们做一个AI的 基于AI的技术去做一款产品 目的不是为了打败人类 而是为了服务人类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